今次我們Signature的蛋糕有兩款 其中一種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卷蛋roll cake 我自己很喜歡roll cake那種很純粹的味道 因為它的原材料很簡單 包括了雞蛋、糖和麵粉 今次我們用了日本蛋和海藻糖 日本蛋可以令蛋糕的香味更加濃 海藻糖可以令蛋糕更加軟綿 和低糖相對就會更健康 今次的蛋糕我用了一個很不同的表現方法 就是把roll cake打動它 再敏成一個像生日蛋糕一樣 那客人可以在我們預備的二十幾款 topping裡面自己DIY去製造它的蛋糕 那很多客人都在我們餐廳 職場買不同的裝飾 去一起去做一個很獨一無二的蛋糕 整個過程我都覺得他們很開心 另一款我們標誌的蛋糕就是 pound cake 牛油蛋糕 當然我們都會用到日本蛋和海藻糖 特別在於我們會將打好的麵糊 放在冰箱一至兩天之後才再焗 那出來的口感會更加鬆軟 相對保存期都會長一點的 放在冰箱一般 中間整個蛋糕 精彩海藻糖 讓閉嘴油蛋糕 以前是燃燒的 這樣瓶吧 裝飾要來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